Lul Sir Ecology Part II 最主要是上次提到Food Chain Energy Loss 大家記得這個手勢 這個就是Lul Sir大獎人 Energy Loss 一個是Energy Loss During Transfer 另一個是Energy Loss At Each Traffic Level 就是Respiration Excretion During Transfer 就是Uneaten Body Part 以及Egestion 這已經可以解釋很多現象 現在有其他的生態現象 都是牽涉到Food Chain 或Food Web 這個隨便講一講 不過這個我想在E2 Ply Ecology 可能會考得多些 如果講開順便講完 分兩次就提起 另一個現象是BB現象 B是什麼呢 當然這個名詞是B字開頭 原原食物鏈 我們有兩個現象常常會看的 所謂的Bio Accumination 即生物累積或生物積累 第二個就是Bio Modification 即生物放大 這兩個概念有點不同 什麼是accumination 它通常的焦點就是在某一個Species 或者某一個Trophic Level 即營養級裏面 它無論如何在環境裏面 很多時候我們的焦點就是在那個物種 或者那個Trophic Level 這個叫做Cumination 但如果它不能進入 基本上所有生物都是這樣 我們沿著食物鏈看 沿著食物鏈 即由Producer 一路去到Top Consumers 因為每一個高層一點的生物 是吃很大量低於一層的生物 加上入不出 即又不能破壞化物質 這樣就會越上一格Trophic Level 在那種生物身體裏 找到Concentration of Chemical 或者Brulyton 就會增加了 這個想法是很大件事 如果Trophic Level越多 你想想它是Top Consumer 因為它吃很多前面那些 即是在身體裏面 毒素是多很多 很多時候最濕化的 最慘的就是Top Consumers 沒有用 找些例子去看 這裡有些蝦 像是蝦仔 這裡有一批東西 這就是我當成的 化物質或者Brulyton 蝦在環境裏面 吸收了微量的 化物質 我們說的是Bio-accumination和Bio-modification 當然不是水溶性維他命C 永遠不會在身體累積 因為水溶性的東西很容易排走 我們說的是倒轉的 就是很難排走的 就是Fact-soluble的物質 但如果有些 chemical 或者 pollutant 是Fact-soluble的話 就會有高危 即是進入的生物 身體內就會儲存在Fact-thesis 你也知道Fact-soluble的物質 是用來儲存的 平日不會用的 如果化學物質躲在儲存的肌肉 即是一路會累積 好的我們就想 Fact-soluble的維他命A、D、E 所以那些很少缺乏 因為我們脂肪內儲備都足夠 但如果說化學物質不好 那就倒轉想 長期身體受影響 譬如我們的脂肪內 我們最多的Fact-soluble 那些系統受影響更多 另外還有解毒的器官 譬如我們的Liver 專門幫人解毒 毒永遠在這個集中 那些器官就受害得最慘 好了 通常是什麼物質呢 我記這個永遠記維他命C 再回想,就是長期留在生物身體裏面 我又不太喜歡用這個字 可否可以考慮多些 例如有些化物質是 Less readily be excreted or less readily be broken down 我們身體沒有什麼機制 沒有什麼 enzyme 將它 break down 以及沒有那麼容易將它 excreted 因為是Fact-soluble 這類高危物質 例如DDT 或者某一些農藥 或者Healthy Metal 全部都是這類特質的化物質 我們以格數,像你的手提電話 只有格數,濃度只有那麼少 這個 concentration of pollution accumulate in your body 在環境裡吸收,可能也不多 但記住了一件事 跟著的食物鏈 後面有些 primary consumer 這個不是 primary consumer 是吃蝦仔 這個是 secondary consumer 因為一條魚 可能一天吃很多隻蝦 每隻蝦裡有微量排不走的物質 你想想,那條魚身體裡 又是入不出的那塊物質 有一個累積和放大的概念 我們永遠講 某粗幅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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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有一個大量的數目 有一個高度的動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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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兩個因素 可以把單位移除 整個故事還未完結 這個三格的燃燃 它可能沒有毒性發作 只是草 然後大魚吃小魚 重複這兩個 它身體中累積 毒素 panels更高 最慘的是這個人 最慘的是 5格 最慘的是 Warum 人通常是超級飲用者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一直積進去 他最大機會是超級飲用者 超級飲用者有這麼多格 這個就是一、三、五 這麼多格 這個就是超級飲用者 為何要放大 因為每個Trophic Level 都集中了某個毒性 加上後一個食物層 吃很多前面的食物層 加上關鍵詞 就是這個現象 這個很多時候 在食物鏈、食物網上經常考 舉個例子 例如水中有這麼微量的方法 就是X non-buodegradable cannot be metabolized 不可以被分解等等 水中那麼少 但早就吸收了某些微量 這數字我抄一個 source 真的在食物鏈中有 細語多少呢 我任你講一個答案 一定要對的 你沒有猜0.05、0.1 那些沒有譜的 總之higher than 0.04ppm 這個就是accuminate 這樣就magnified 如此類推 這個accuminate 後面吃很多前的魚仔 後面藍色的巨魚 吃很多前面黑色的大魚 concentration 就是這樣 記錄這件事 一定不是水用食物質 水用食物質很像排酒 一定是滋用食物質 Bio-accu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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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across 或者long-foot chain 就變成Bio-matification OK 講到尾 你記些關鍵詞 什麼物質呢 我們要講的 記住不是微生物 不要講細菌 那些不好的特徵 我們講的chemical 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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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 Cannot be inscreted Cannot be put down OK 這個 如果要解釋 Magnified 請多記一如兩點 第一 就是這個 先搬下來 第二 記住這個 Eat great number organization No-to-fit level 兩個試者合起來 就是放大 OK 這個解釋累積 有什麼化物質的特徵 是這樣的 加上 吃很多前面的 就是累積 Bio-matification 這個圖 看得到 就算我把這些 拆掉了 這些箭嘴 你看到嗎 我們不難排分食物鏈出來 因為有一個 Bio-matification 這個現象 OK 做著實題 好嗎 你自己看 就行了 就是 conclusion 你看這個 如果別人給食物鏈 你分析 這個DDT 就是剛才的persistent cannot be metabolized cannot be broken down cannot be excreted 那些化物質 OK 就是高 Hitrophic level 高 concentration OK 那麼 DDT的濃度 原食物鏈 一直增加 這個分析 放大 好了 我拆掉這些 然後當作考慮 這是物種 ABCDE 它身體內的DDT濃度 但是你可否憑這些數字 排出食物鏈出來 水不計 千萬不要排水 就是不要排次序出來 我們Food Chain 是講的organism 做的道理很簡單 你首先排數碼 有一個increasing number 前面最小數碼 後面最大數碼 排完這堆東西 接著墊墊去 寫數碼 這個食物鏈 因為利用生態現象 就是Bio-accumination 和Bio-magnification accuminate along food chain 這構成一類題目 就很容易考到你 OK 這些名字 不知道不要緊 因為我實際上 都考慮這個 在網上找回來 這個食物鏈 OK 回到最後講 如果在生物裏 你千萬不要吃它的 身體那部份 因為那部份可能累積了很多 那些 persistent 化合物質 cannot be metabolic cannot be excreted cannot be broken down 那些 譬如這條魚 你不要吃它哪部份 這題目 挺有趣 挺好玩 它不是每一部份 那個 那個化合物質 那個分佈 或者那個污染物 分佈都平均 就算我講過 哪一類的 Tissue 是應該有最多的 那類Pollutin 是不是Factor 或者是Oil 這個最肥美的部份 應該是儲得最多的 那種化合物質 例如魚皮 魚頭 這些 很多人很喜歡吃 但是小心一點 那裡 如果有 persistent Pollutin 那裡 以一條魚去計 應該是最多的 那種化合物質 吃肉 那些可能都有 但是 脂肪不多 可能輕輕會低一些 所以 整條魚吃的風險 都可以這樣分配 那些 Oil 或者Fact Store 的組織 就盡量避免去吃 對吧 這就是一條題目 另一個 關於Food Chain Food Web 有關於Food Chain 我們可以講一下Food Web 這個比食物鏈 更複雜 但是 它根本有很多食物鏈 即將它交織出來 比如這個 有什麼 typical的題目 或者什麼概念 我們要記 第一 通常給食物網 你看到最長 或者最短的Food Chain 在裡面 明白 你自己細心數一數 我看到這條 這是很流行的題目 接著 它問一個角色 但因為它 單一食物鏈 例如這條 那些生物質 只是一個角色 製作者 主持人 主持人 如此類推 而粗肥度 都可能一二三四 順排 但是如果 直到 是 平面出現的話 不是線狀的話 那就好玩了 有些生物 它是 兩個角色 甚至三個角色 因為它 在不同的食物鏈裏 排位置 可能有些不同 這類的構成 另一類的問題 比如說 在裡面選擇 又是第三個 Trophic Level 又是屬於第四個 Trophic Level 當然它不是問同一個食物鏈 它是問不同的食物鏈裏 同一個生物的角色 就能看得到 這兩個 Fox和Wolf 有時是三 有時是第四個 Trophic Level 這是第二類的題目 排到最長最短 又或者 找不同的角色 第三類很普遍的題目 在Food Web 找得到的 就是 譬如說 在不同的食物鏈裏 當上 top consumer 是某些生物來的 它在不同的食物鏈 譬如 1、2這兩個食物鏈 哪個 它能夠獲取到 較多的能量 這個又比起 我們那個 NG Loss 有高的層次 它轉一轉的題目 如何處理好呢 有一個很普遍的答案 就是很危險的答案 就是 哪條食物鏈長些 哪條食物鏈短些 哪條食物鏈短些 短些那條 NG Loss 會少些 長些那條 NG Loss 會大些 那個生物 top consumer 在長些食物鏈 便少些能量 可以獲取得到 當你說Longer Sota 麻煩你小心點 你看到我這裡 特意砌 哪條長些 一長些 那是否 啤啤紅 在一這條食物鏈裏 拿得少些能量 長些食物鏈 多些 原來不是的 小心點 用這些字 我們應該數個 toth level total number of trophic level 這個特意砌短些 看到這個多了 toth level 但特意砌短些 這個就是 shorter food chain 所以Longer Sota 不是一個好答案 我們通常用 toth level 沒有人扣到你分 一那個 啤啤紅 應該拿得多些的能量 provider 有一個條件 前面 producer total energy 是一樣的 total biomass 是一樣的 這樣才可以比較 不然 這個多些 少些 沒有得比較 各個答法 是這樣的 energy loss 在每個toth level 每次transfer 都有 我在這裏不再重複 多多多這個含意很大 是自己回去做功課 就是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多多多的意思 就是 energy loss 一定要寫下去 否則 整個答案很失色 好像沒有什麼 support energy loss 因為它少了 toth level 這個我放進去 比較 我不捨 這個 less toth level 那就是short 是吧 但short 不一定是 less toth level OK 但小心點答 我們數一數 每次transfer 和每個toth level 都有 energy loss 所以 能量由 producer 傳到top consumer 經歷少 toth level total energy loss 會少 那就回應這個題目 從哪個食物鏈 提供更多 能量 就是 Less toth level more energy available 因為少一點 toth level 少一點 energy loss 就是more available 第三類的 popular question 第四類是怎樣 通常高層之些 就是 回答一些長些題目 為甚麼生物 如果 involved食物網 是比較穩陣 在一個 食物鏈裏 拿養份 那 你看看 OK 打擾一下鏡頭 看不到 啤啤紅 那題目 是為甚麼 食物網 比食物鏈更穩险 當然 食物鏈 單一 單向 你是靠前面 toth level 生物養你 但生物網不是 例如 這個 Rabbit 它可以吃A餐 吃B餐 是吧 Wolf A餐 B餐 C餐 D餐 即是 不夠鹿吃 那隻Wolf 便吃老鼠 不夠老鼠吃 便吃Fox 是否已有三個食物 所以 你考慮生物 究竟生存條件 夠不夠 最好考慮食物 OK 如果 Foodsa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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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滅住的機會 較小 生物沒有東西 都是食物為生 是吧 OK 第二 裡面有很多不同 Species 你數一數就知道 它怎樣都比Foodsauce 多些不同物種 記住 不同物種之間 可以形成不同的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這個後一點都會說 例如 Predation Competition Paracitism 互利共生 這些 有了這些 生物關係 互相牽制 基本上 某一隻生物的數目 大起大落 的機率會小很多 即是 即網出來 大家平均所有風險 平均所有大變化的風險 OK 這個不難看出來 所以為什麼食物網 是穩定的食物鏈呢 因為裏面 Foodsauce 多些 因為裏面可能形成的 二角落觸的 聯繫多些 那就更穩定 這個我想最簡潔的答案 OK 看看 既然解釋了背景 有什麼人為因素 可以影響到食物網 裡面的生物的組成 例如 突然有一隻會少了 突然一隻會消失 突然一隻會怎樣怎樣 兩個人為因素 記住是Human Activity 不是大自然因素 OK 譬如說 有些人 刻意將一些 不是屬於本地的物種 帶過去 那些所謂 Invasive Species 那些大件事 因為那個生態系統 根本從頭到尾沒有遇過 外來生物的存在 突然間加了下來 可能它很強 可能它很雜食 什麼都吃 可能它繁殖率很高 本身原生物種 是不能跟它競爭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disturb 還有很多時候 它們沒有天敵 因為沒有餘具存在 在食物網裡面 它沒有天敵的大件事 一直生產下去 所以數目已經將其他原來物種 Out-competed 另一個就是 Overcatching 那些人永遠喜歡吃 在食物網上寫 某些生物 譬如說吃鯊魚 其他人不吃 但是吃鯊魚的影響很大 因為它是top consumer 它是一路 regulate 下面所有consumer的 total number 一抽走它 下面那些都亂了 變化都unpredictable 這是overcatching 少許例子 它什麼時候 特意或者不經意地 將那些invasive species 帶去某個地方 大家可以讀LS 有個globalization 很多時候 我想LS有個盲點 沒有討論過 globalization of invasive species 你拿個行李箱 從美國回來香港 能否擔心到裡面 有幾隻美國甴蟑螂 一開個行李箱 走出來 嘩一聲之後 就說 那樣慘了 那個外來物種 走到你家裡 走到生態系統 可能它沒有天敵 或者競爭力很強 或者繁殖力很高 那就死火了 幾隻 可能一年後 變成幾千隻 在原生的物種 就不夠爭 這個就是unintentionally 這個是全球化下面 一個我們甚少討論的課題 比如說蟑螂 你可以檢查到 種子 或者包子 在那裡拉行李箱的時候 突然間那個包子 黏在那個行李箱裡 帶上飛機 帶過來 你就是海關都出不了 來到它在Germany 或者是Develop 又是一個Alien species 又是可能帶細菌進來的生態系統 也可能競爭力很強 亦都可能是它有其他的優勢 會outcomplete 那些local species 又另一個 譬如說放生 好心做壞事 老撇除這些宗教 不要說 但放生這個行為 真的不太好 譬如放生那些白鴿 那些白鴿 1997年那時候回歸 放了幾萬隻大鴿 放了幾萬隻白鴿 終於現在區區都有野鴿 造成什麼招呼 大家看都看得到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多干擾了那些原生物種 對它的例子 譬如說 有些人很討厭蛇 會否引入鷹去吃牠 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考慮一下那個後果是怎樣 譬如它不只吃蛇 又吃鳥又吃蛙又吃蟋 又吃蟋蟻 又吃蟋蟻 什麼都吃 乘到食物 如果食物網 你猜得到 它裏面的composition 可能會很大影響 明白 本身的食物網 在天然環境裏面 是沒有遇到 這麼強的對手出現 沒有東西牽制到它 即是沒有些natural enemy 沒有東西去檢查它的 total number population size 對原生物種 可以有什麼原因 構成影響呢 就是這幾個 通常都是不好的 例如說 它競爭力很強 它就outcomplete 它很強的predator predation會令它數目減少 又或者它身上 都帶著寄生生物 寄生蟲 或者疾病 散播疾病 散播寄生蟲 我們很多時候 沒有什麼檢疫給它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邊界 在海關裡 要檢疫 其中一個就是 避免它帶一些parasite 或者帶一些desease 進來 其中一個邊關 去控制 如果裡面有什麼移動的話 少了很多物種 比如這個沒有了 這個沒有了 不是絕種 在食物網中消失了 我剛才說 食物網比較穩定 其中一個因素就是 Number of species 是多於food chain 在這樣的基數下 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food source 亦有很多ecological relationship 可以form 現在如果裡面的物種數目 減少了 就剛才那兩個好處都沒有 或者暗淡了 就是退了 所以為什麼引入 invasive species 就是後果人那麼嚴重 那些未必 invasive species 真的未必 那麼兇神落殺 給香港的例子 大家看看 Local example 微金谷 Mecania 你看些名字也令人害怕 即是說它散播得很快 生長的速度很高 它們是climber 原來是賴的 但是它們的生長快 就是橋在樹頂上 沒有天敵控制它 它本身是南美的植物 聽說有些人拿一些行李 有些種子跟著行李 走到香港 卓姐野外生到周圍都是 所以環保組織 就隔一段時間 找些人拔它 但這也不是一個上算方法 現在 你看到 它是什麼植物 很多時候 我們在ecological題目 都會有些答單題目 例如classification 因為我們最大機會 在同一題目 看到不同品種生物 就是在ecology 這個課題 很多時候答單一兩番 就問它屬於classification的資料 怎麼回答 很多東西看得到 例如flowering plant Network relation Dicot plant 雙接植物等等 它屬於plant day kingdom 有些種子 留意 這棵樹 就被削 那它怎麼害死這棵樹呢 很多人以為 它就是寄生在棵樹上 這個字用錯 寄生的意思 它要在宿主那裡 直接拿養分才是 它不用在宿主拿養分 為什麼 看養分的字 綠色 綠色即是幼兒綠素 幼兒綠素即是光合狀 它是自養生物 它是自養生物 它不用在你身上 直接拿養分 它只是拿來一樣東西 就是靠你夠高夠硬 它就轎著上 所以你想想 如果你是這棵樹 它原本的樹葉 是否被它遮蓋 而且它贏硬也可以 因為它在外面 一直轎上去 所以這棵樹 如果死的話 死因是什麼呢 是outcompeted by Meccania 它是競爭下面輸了 那欠什麼呢 不是欠水 不是欠生存的地點 是欠光 它是遮蓋死它 不是吸死它 所以這是一個competition 競爭來的 福壽裸 原本聽說它引進來的時候 原本是當作食物的 但是不好吃 人們不喜歡食物 就放棄了野外 現在又沒有什麼天敵實控 有時候走過河流溪間 看到很漂亮的那些 就是粉紅色的 有些是蛋來的 現在都很嚴重的破壞 對於原生的生物的破壞 有時候在水池見到巴西龜 在水塘見到巴西龜 再惡一點 福岩這些魚 很惡的魚 周圍 有時候在新聞 從哪裡來呢 這些就是animal release 放生 好心做壞事 所以不應該放生 在養之前 想一想自己 是否能保持得到很長時間 或者不養 是否應該送給人 instead of 放在水池裡 水池裡有人站下來 但是 福岩的牙齒很尖 一口小 都不是野小的 這個呢 嬰兒龜很可愛 但大龜都是吃肉的 都是predator 是否會影響原生的生態環境 這個有很出名的例子 生魚 有興趣看一些新聞 在美國沒有這個 species 那些人帶了生魚過去 放到河道 因為沒有天敵 它一直失控 吃光它本土的河流裡面的生物 這個也是很好的例子 告訴你 animal release 可以害到生態系統很重要 這個 不一定是很兇惡的predator 只是雜食和high ray reproduction 都可以outcompete到原本local species 這個人射什麼呢 找些箭對於河 難道射鱷魚 不是的 射在玩魚 即是玩魚的數目 多到可以做hunting 即是打鳥 即是用船嚇到飛到周圍 那些人乘機射箭 不過這個很危險 你想想河那麼多船 突然飛之箭過去 但這個是側射 有些魚或生物 放到一個不應該存在的生態環境 它可以令到本身裡面 河流的local species 是受傷得很厲害的 純粹一件事 它不是很兇 它不咬人 不吃東西 但是呢 即是不吃肉 它就是high ray reproduction 已經將河裡 我想想 裡面的local species outcompete 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看看那些人 嚇一嚇他 他的數目多到怎樣 好嗎 oh yeah look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演員 ohmygod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towers 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好可怕 原來這麼可怕 我們所謂的Alien Species 不一定是空神惡殺的人 它可以帶病菌或病毒進來 它可以煩躁得極高 它可以雜食 吃完本土生物的食物 這是很誇張的 第二個人為因素 如何影響Foodweb的生物組成 或者相對數目 就是overcatching 看一個例子 鱗蝦 有食物網 這些網都沒有人吃企鵝 沒有人吃海獅 沒有人吃殺人瓊 植物浮游動物沒有人吃 它是吃蝦 如果人們的想法就是這樣 突然間在生態下抽走這個 讓大家看看 短期間 很難測試到後果 哪種生物最受傷 或者有機會受傷 記住 我們考慮的問題很簡單 是食物 食物鏈食物網 是否會直接吃蝦 看哪些生物 直接吃蝦為生 小食物 在面前吃蝦 被人家拿走了 那你就會受傷 或者遠一點 就很難說 比如直接看到 箭嘴代表 傳送的能量和食物 或者物品 我估計得到 Pangrin和coulter這條魚 受傷最重要 原因要解釋就是食物 食物鏈食物網就不斷吃下去 所以很多時候的解釋就是sauce of food 因為這個directly是他們的sauce of food 接著問,很經常的題目 兩個都suffer,哪個比較慘? 哪個suffer more? penguin的colt 怎樣回答,怎樣猜? 也是跟食物有關的 如果是生物有A、B、C餐檢 我不吃A,可以吃B、C 牠的生存機率就比較高 牠是suffer less 看這隻企鵝 牠只吃輪蝦 輪蝦數目升降,對牠直接影響 但這條魚就不是 除了吃這個之外 兩樣東西,phytoplankton,supranton 這兩樣東西不夠,牠多吃這些 食物缺少的機率比較少 是否這樣回答 牠們三個餐,A、B、C餐食 phytoplankton 我加了句,more sources of food 起碼phytoplankton 除了食物之外,就是這兩個 這是另一類經常會問的問題 突然多了或少了生物食物網 對牠有甚麼影響 都是以食物的sauce去考慮 另一個關於Ecosystem 又是我們會學的 你可以代表這個subtopic 就是除了食物鏈 食物網之外 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展示到 那個fitting relationship 在那個habitat中 而且是要more informative 表達另一種更加有用的資料 那些人們創造了pyramid 即是追體 有兩類的 第一個就是純粹數目 就是跟隨食物鏈的次序 食物最基層的追體 就是producer 按比例畫出寬度 然後一直搭 第二個就是pyramid biomass 我們不是數數目 我們就是在那個trophic level 裡面生物的dry mass 整體的dry mass 為什麼兩個讓你選擇 一定會有長短的 我們只是要講一下這個 有兩個讓你選擇 何時用pyramid numbers 何時用pyramid biomass 這個例子 好嗎 這個 草蠻 這個蟬蠻 就是amphibian 就是兩棲類 接著被鷹吃 數目就是這樣的 很合理 是不是很合理 那麼 那個 面積 就是in proportional to number 但有時候簡化的程序 可以怎樣 我們鎖定這個長方 的厚度 那麼它的闊度 就是跟它的數目 成正比例 就是說 我們不會因為它 屬於不同的trophic level 它的厚度有分別 我們永遠保持著一樣 這個厚度 這個厚度和這個厚度一樣 那麼 闊度就可以直接 一眼目測 去看得到 就是它的相對的數目 那麼記住畫的時候 大約按比例 側邊要label它 數目可以不射也沒有問題 是吧 一直錄 另一個規矩 就是不講也要知道 就是下面是producer primary consumer primary consumer secondary consumer 如此類推 這是一個最好的presentation 這是pyrami of number 我們要做pyrami of biomass 當然我們要知道 pyrami number 有些什麼不好處 另一個例子 另一個例子 一棵樹 caterpillar 就是那些毛蟲 鳥仔食毛蟲 鳥仔身上 有很多膝囊 記住膝囊 本身這麼小 但是它排在食物鏈 排在bird 後面 這是feed on bird's blood 是吧 我們不一定吃光 總之食物來自海 這些是parasite 都是食物鏈排在後面 但畫出來會怎樣 這樣 給人一個不好的印象 就是以為這個食物鏈 是unstable 香雞捉住在那裡 就倒閉就倒閉 可能明天已經不存在 這個 這個是misleading 這個misleading picture 但是它是真實的 你數數目 數目這樣限 就是一棵草也是數 一棵樹也是數一 但是一棵樹裡面 藏有的能量 是多於一棵草 很多很多 所以我們不可以 容忍這東西出現 所以考試的時候 如果資料裡面 關於食物鏈 你留意一下 如果是有parasite 或者tree 即是寄生生物和樹 你自己小心點 即那個periodum number 展示出來 可能misleading 成圓 明白 我們永遠叫這個 是root inverted 這個 即是不正常的金字塔形狀 我們叫倒字 就算了 明白 為什麼呢 我們根本沒有考慮 size of individual 一棵樹也是一 一棵草也是一 size相差多遠 記住 出去考試 一定要寫字 如果畫完 不寫字 就有機會被人扣分 那怎麼搞好呢 Number永遠數出來就是這樣 不如我們 有辦法矯正它 不如找一個Pyramid of Biomask 是吧 即是你一棵樹是一 但裡面的重量 是很巨型的 是吧 畫了它的樣子 變成這樣 這個沒有導致 OK 這是Pyramid of Biomask 即生物量 我提一提 Biomask是甚麼意思呢 記住是Dry Mask 是某個物種Dry Mask 某個Trophic Level 生物的Total Dry Mask 當然它做的時候 不是殺光它 是焗乾它 我們是抽相片 就是抽幾個 找個比例配大 那不好處是甚麼呢 你做的 真的很時間耐用 捉了回來 又要殺它 殺了它 焗乾它 是很時間耐用 但是就 accurate 沒有甚麼機會是 inverted 所以找個數字 簡單為上 容易收集資料 容易呈現 但是 inverted的機率高些 但是如果做Biomask inverted的機率低很多 但是 time consuming in collecting data 所以永遠兩項 你自己做好 這裡有一條經典的題目 關於Ecological Pyramid 就是講食藝獸 它會告訴你 食物鏈是這樣的 你便會告訴你 誰是處於食物鏈的 這條的死亡率很高 很多人會答錯 做MCA有時候 不肯定 可以很特別 就是先減少一些 不可能的 比如說這個 沒有甚麼可能 樹的數目那麼多 它的製作者應該很大棵 很重 但是數目很少 你不用想B D也不合理 就是食藝獸比樹 食藝獸比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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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樣餵得飽 即是你撞的時候 都會分析這兩個 AB很像樣的 樹數目少 藝數目多 而已 而 viceuß 兩個營造亦又不太的 就是A和C 差別就是 我們比我行吃藝獸的數目 和樹的數目 即是藝 titt 的數目最多 如果樹得多些 因為吃藝獸更大 才構成這個 這個答案 純窄 不用怕這兩位 又再 muted 看一看圖 照片 一定有Entz HINTS的貼士 你便看看 每一棵樹都可以養一棵豆藝 一棵豆藝有多少呢 你全都養一棵豆藝 即是一棵豆藝不夠飽 一棵豆藝 即是一棵豆藝每天要吃很多豆藝 然後要含有很多棵豆藝 但如果你這樣想到的話 你會知道A的答案 即是一隻藝要靠很多棵豆藝 很多豆藝才夠飽 原來最困難的就是這個 很多人錯就錯在這個 明白嗎? 你看看那些報告 最主要就是這一句 一棵樹一豆藝 而每天吃藝 每天吃很多豆藝才夠飽 另一個是這個 大家又看看題目 這個Cert的2009年 都很好 它給的資料是這樣的 兩個資料都有 第一個你可以直接 建造一個Pyramid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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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它給了每隻生物 它的Dry Mask Dry Mask 所以兩個數字成了 基本上可以計算到生物的Bio Mask 在整個Trophic Level裡面的Dry Mask 原來它的數字 排列相差很遠 但如果什麼都不看 心急的話 就這樣排列的Number 那個食物就是X,Y,Z 對不起 是Z先排列 跟著Y跟著X 原來不對 這個很小顆 數目是不可以解釋這個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你排個Trophic Level 哪個Producer 哪個Primary Consumer 哪個SecondNumber 其實只是排他的Trophic Level 有兩堆Data給你 你排個Pyramid of Number 排個Pyramid of Biomask 剛才我講過 Pyramid of Number 很多失誤的機會 是inverted 但如果成一成它 變成Bio Mask 答案穩陣很多 因為Pyramid of Biomask 的inverted機率是小很多 按照這樣看 這個才是Producer 這個是Primary Consumer 這個是Secondary Consumer 答案是D 挺好玩 是吧 記住 這個是我們Inside 你做完Pyramid of Biomask 一定有Inside 才可以 我們永遠 最後結論的時候 穩陣一點 就是看Pyramid of Biomask instead of Number 失誤機率比較低 這個又很經典 2018年 是吧 有些Case Pyramid of Number 和Pyramid of Biomask 是一樣的 不合理的地方在哪裏 在我們的Perception 沒有理由 製作者的Bio Mask 比Primary Consumer更小 只有一個情況 可以是這樣 下面的製作者的生產值 生產率極高 等於十個人吃八碗飯 你拍張照片 印象一定不夠 一定不夠吃的 十個人欠八碗飯 暗一聲 兩個餓死 unstable 但如果我們拖長時間去看 計算生產率 很大 很大 它會合理 兩個人吃了兩碗飯 空了 又兩個人馬上匹回那碗飯 另外兩個人一起吃 吃完之後又匹回 這個便是reproduction 原來 其實我們在生物的考慮中 如果是微生物 生產率高到怎樣 高到可以維持到上面 比它Bio Mask 還要高的 一些Primary Consumer 你吃我一隻 我三碗一隻 你吃我兩隻 三碗兩隻出來 其實可以保持夠食物 夠Energy 這個挺好玩的 這個是phytoplankton 所以我教學生 一定要識E治 supranton 和phytoplankton 明白嗎 要不然 你選不到答案 你不知道什麼 但回想 你又可以簡單地想 這個題目 好像小學推理 ABC同一類 D就是不同一類 只要你知道浮油植物 大大小 不大大大小 Multicell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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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cellular 這個還不是答案 它的單細胞 最簡單就是 High Radio Reproduction 所以這個是比較常的例子 可以解釋為什麼 它有一個inverted 即其中有一層 底層比上面的層更窄 這樣也叫做inverted 但這是萬宗無益的例子 就是考慮例子 太常常的事情 它不會考慮 記住 我們的Purium Number Obama 根本沒有考慮過 Rail Reproduction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很難解釋這個現象 但又合理 記住 十個人八碗飯 吃完就可以了 最重要 大家都夠飽 最後一個concept 在這個Part 2 製作Logical Relationship 有兩個生物 不同物種 它可能形成到什麼生態關係 我們化繁為簡 我們將它變成一些符號的技 在大家生態關係中 我們只要考慮什麼呢 正負靈 正是代表benefit 負是代表harm 即是受害 靈是代表no benefit no harm 只要描述到兩者之間 用什麼符號去表達的關係 基本上已經解釋過題目 gain benefit be harmed not affected 最簡單是看食物鏈 例如有個Pray 和Gredator 獅子吃斑馬 膚淺一點看就可以了 用小朋友眼光去看 獅子有東西吃 當然是獲益 斑馬死了 身體被人壓了 一定是受害 夠了 如果是正負的話 有機會是Predation 這個關係 為甚麼呢 獅子得益 斑馬受害 我們只是這樣想 很多時候 什麼是benefit 我們看它 一段時間 這個數目有沒有升到 即是population size 這個是measurable 而且是最好的答案 明白 gain benefit harm 就是description 記住我們去考公開試 我們是回答 science 的題目 最好的答案 是measurable 所以change in number 最好 反映究竟是正負 這是很typical的 整體 大家看看 因為Pray 和Predator之間 Pray 就是Predator的食物 所以很容易解釋 為甚麼 Pray數目增加 隨之而後 一段時間 Predator的數目會增加 它數目多 就殺得多 Pray Pray突然數目少 它也不太受 不夠食物 它隨之而下降 一下降之後 Pray的生存機率 比較高 因為Predator數目少 是否被暴裂的機率 比較小 又會升上去 周而復始 就是1,2,3 關鍵詞也是寬 這個字 吃吃吃 可以解釋很多 這個要記住 自己組成的最好的答案 這是很typical Predation curve 哪個Predator 如果改成了XY 又是挺好玩的 你怎知道 哪個領先 哪個墮後的curve 看看你怎樣看 但我們有個位置很好看 就是什麼 找一個peak 給哪個peak 因為旁邊的Y axis 就是population size 或者是數目 大家都用最高的數目 和大家比較 公道 看到這個Pray 數目永遠 那個peak 是高於Predator 是嗎 為什麼 數目 就是Number According to Truth Level 即在Truth Level Pray 是低於Predator 一個Truth Level 是否理論上 數目應該比它多 這個就是justify 紅線高於食物層的Predator 藍線低於食物層的Pray 這個又是挺好玩的 peak比peak 可以馬上猜到哪個Pray 和Predator 如果我拆掉這個的話 是嗎 好 另一個 我先寫完 很typical 即是Curve是怎樣的 Change in population of the Predator always lacking behind 按照它 兩條Curve的Pattern差不多 一個領先另一個 基本上可以justify 這是Predation Curve 那peak高一點的那個 就是Pray 數目多一點 而peak低一點的那個 就是Predator 就是Predator 暴力者 這個和Predator 這個和Predator 和Predator 亦有關 也有關 另一個 負負關係 競爭競爭 大家都舒服 如果所有資源 一個人霸佔 一個生物霸佔 當然它有得益 但無論如何是強 或弱競爭者 無論如何都會分給你 這個就是justify 大家都有負負 哭哭 那麼多類的競爭 總內競爭比較劇烈一點 因為大家對環境的要求 requirement都一樣 你要什麼我要什麼 要爭的東西 應該是最爭的最劇烈的 明白 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 通常是比較沒有那麼劇烈的 就是less intensive 而且有得備的 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 記不記得Niche Ecological Niche 這個生態位 大家輕輕側一點 你吃這個 我吃這個 你吃這個位置 我吃這個位置 你住那裏我住歪一點 這樣已經可以reduce competition 但如果大家腫耐的話 不能避開 你要什麼我要什麼 幾乎那個Niche overlap OK 經典題 也是 很多人看不明白 這個題目 這個是植物的Dry Mask 這個 究竟有這樣的重量 某一個重量的植物 佔了百分幾多 最重要不要錯過這個 不要錯過這個 即是它那個農夫 播種的密度有些不同 這個就是每一盤 我當每一盤100粒種子 這個每一盤500粒種子 這個盤2500粒種子 理論上直線CR 越多種子收成的越好 不過 我們沒有考慮這個competition 這個resources are limited 我們是一個optimum 是最好的 不一定是越多種子 就生產 最後的收成會更多 因為競爭很大 你看到 畫都畫出來 這個波波很肥大 競爭少 那個種子少 如果500粒又少些 大家生得差一點 2500粒又瘦 所以全部割下來 再看看總修成 這個未必有好處 未必有好處 這個是competition的效果 所以播種是有一個optimum的density 不是maximum 不是最多 是有一個最佳 因為我們要考慮這個competition 這個是插央 種米的 首先把種子殺到濕地 讓它們在德國 變成這樣 然後農夫也很辛苦 拉出來 又要隔某一段距離 插下去 這麼辛苦 為甚麼 不如有它們在這裡種 最傳統的農業 都有這樣的考慮 看到這裡嗎 距離不會太密 其實是一個traditional way to reduce competition 而且是intraspecific competition 所以插央的最大目的 就是reduce competition 每個產品的資源都平均 好過這樣的逼法 這個沒有好修成 這個可能會好些 optimum 傳統智慧 這個為甚麼插央呢 其實是減少總外競爭 可以看到這樣的 phenomenon 可以看到 現在是剛才那條 你可以看看 這兩個有甚麼關係 他們兩個本身 當然是predation 這個prey 這個predator 但同時間 他們都是comerdito 挺複雜 是暴食關係 但同時間是競爭關係 為甚麼呢 大家的箭嘴都是來自mouse 即是fox又吃mouse wolf又吃mouse 那就是競爭 所以很多時候 在生物網上好玩 有很多生態關係 看得到 正正回應 為甚麼生物網 比較穩定 因為有很多不同 species 以及有很多 possible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可以大家 互相牽制 stable 所以不會突然 一個生物 數目升降 影響得那麼厲害 所以你看看 食物網 一定有 species diversity 即是total number species 一定是多於食物鏈 大comerdita comerd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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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競爭的時候 兔子 是沒有 deer 跌得那麼厲害 大家是爭草食 你看回 剛才的food source total number food source deer就是吃glass 但是rabbit 又吃glass 又吃odtree 是不是A餐 B餐 他就是吃A餐 不夠草的時候 兔子可以轉食 odtree 就是more food sources 令牠生存機率高一點 所以很多時候 comerdita 一爭 哪個 那個影響會大一點 你看看 total number food sources OK 這個又是小森陷政 是吧 Wips 這個是黃蜂 他吃caterpillar 如果是吃 butterfly butterfly 又是大家吃樹 他們這兩個 是否 comerdita 在形象上 大家都有 戰爪 由tree 但是想想一層 它不是 caterpillar 是吃葉的 butterfly 是吃 nectar 就是那些花蜜 大家在用 同一棵樹中的 不同的結構 大家基本上 不是直接comerdita 你可以反映出 大家有不同的nature 你就是吃花蜜 我就是吃葉 都是同一棵樹 那就reduce competition 這個很有趣 這個是 butterfly 的前身 是caterpillar 這個是他小時候 這個是他大過的 他怎樣可以減少競爭 種類競爭 大家都不同 nature 挺好玩 所以這種是完全變態的 生物 的昆蟲 所以為什麼 他小時候的樣子和大過 吃東西又不同 樣子又不同 住的地點又不同 是reduce competition 大家正在用 不同的need juice 他不是comerdita 而是正在用 魔樹不同的部分 這個又不正 所以很多時候 要小心看題目 they occupy different 什麼 to reduce keen competition 就是need juice 同一樣東西 玩幾次 還有共生 就是兩個物種 可能在很近的距離 下生存 predation 那些可能很遠距離 沒有理由獅子隔離 那群買的 那些遠距離的關係 共生就是很近 他們的關係 又是用符號的表達 有些叫遍利共妻 一起生活 遍利就是 一個有利 一個沒有利 沒有利沒有害 這隻白鹿 就站在水牛上高 水牛也不知道你存在 那麼重 你得那麼輕 但這個好 freerider 他就不用能量 牛要走到哪裏 他就走到哪裏 這個是不是得益 這個沒有損傷 沒有受害 沒有得益 這個就是commensalism commensalism 另外這個 膝拿 狗身體上有很多膝拿 吸血 很明顯哪個是受害 狗受害 膝拿受益 那就是正乎關係 正乎關係 正乎原來是 不正確是parasitism 記住 多達 這個植物都有parasite 它是parasite 所以不要以為 動物才有生存技量 植物都會有 但它沒有孽 你看到嗎 它不是photosynetic 那它怎樣 survive 就是靠插子針 就是hose spine 拆它silent forum 裡面的東西 所以它沒有跟 好玩 原來植物都有parasite 也是parasite 一個叫parasite 就是得益的 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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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請人吃東西的hose 就是suffer 正乎關係 就算我給你一個 你沒有見過的例子 問你什麼生態關係 最重要的是 你看一個符號 是不是可以正到出來 正到的話 你可以告訴你這個關係 比如這個 用剛才這個例子 轉小小 究竟是互利共生 就是大家正正 或者是一個靈一個正 就這樣看來這個圖 就像commensalism 這個走這個 坐的士 不用付代價 但是當你見到 原來那些鳥仔 它不是在咬這隻東西 它是吃它身上的寄生蟲 不過是吃寄生蟲 即是說小鳥仔 是得益的 有食物 是吧 那麥鹿也是得益的 就是幫牠脫掉的 拆掉牠 如果我們見到它玩什麼 這樣的話 到時你會正正的 這個叫互利共生 叫做mutualism 所以很多時候 究竟是這個 commensalism 就是mutualism 你看資料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 用來證實這些關係 另外一些很出名的例子 譬如說 珊瑚裏面有些共生組 所以珊瑚是五顏六色 它本身沒有什麼顏色 白色 因為是calcium 它是calcium shell 但是為什麼五顏六色呢 因為它裏面住了不同 有不同光合狀色素的組 那為什麼住在裏面呢 那個組 就在珊瑚裏拿二氧化碳 也拿到它的居住權 保護權 但是那個組 也給了一些光合狀 得回來的食物 給那個珊瑚 這樣大家正正 這樣就正確 另外 Lycaddee dee 是合體生物 中間有些algae 被真菌的菌絲包住 有什麼利用呢 algae 受保護 裡面有些水 而 fungus 也給了二氧化碳 它光合作用 可以分回食物給它 你益我 我益你 正正關係 蜜蜂食蜜糖 蜜蜂有益 但是那個植物同時 是給它帶粉 即pollinator 可以繁殖下一代 得益多大 所以有時候生態關係很特別 動物植物都有 就是pollination 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下一個 topic 會講得很清楚 就是nigren fixation 即是那些大棵斗科植物 在筋鈕裡面 是否有些固淡細菌 將空氣裡面的淡氣變成肥料 那它便益了那棵植物 但植物也益了它 至少給它一個秘蔭地方 那就靜靜關係 這個經常會問 要寄的 那些斗科植物 Lecume 裡面有些筋鈕 Vueneudio 裡面有些固淡細菌 互利共生 小丑魚和海葵 海葵 海葵是水母 白炸親戚 這裏有很多毒針 所以很多生物不敢走 因為近去比較麻痺 但小丑魚要穿來穿去 就受它保護 然後小丑魚 它表面有一層很厚的mulcus 它是不怕毒針的 但它躲在海葵旁邊 就避開了敵人 敵人不敢押它 似乎它得益 海葵沒有什麼 眨眼看起來是這樣 但當你見到 那條小丑魚 吃淨的東西 被海葵吃的時候 就變成互利共生 所以是很大的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在看不同環境 或者當時在做什麼 正正這個commentalism 地伊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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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伊是這樣的 裡面正正 光合作用 給糖的珍菌 珍菌是給予水 和保護它 給予氧化碳 和保護它 減少water loss 珊瑚 綠色 因為它裡面有些棗 大家 給予對方正正關係 挺好玩 所以珊瑚白化是很大的 即是它的棗離開了 可能環境因素改了 水溫高了 鹽份高了 等等 走了去 這樣就慘了 找不夠吃 早上做光合狀 有很多食物給予它 所以珊瑚白化 像是漂白 水漂白了 就是死之前的異兆 所以大片面積 珊瑚白化不是好事 就是它貧臨死亡 那些棗離開了 所以又沒有了互利共生 幾大件事 對嗎 對嗎 A-Baltic Factor 這很出名的現象 叫做Coral Bleaching 珊瑚白化 大寶椒聽說 都不太好 都白化了 所以珊瑚七彩是好事 記住珊瑚七彩 不是代表植物 珊瑚是動物 它的樣子就像植物 另外是菌根 麥克萊瑚 麥克萊瑚 高等植物的根 它本身的面積不夠 如果外面鋪了一層 珊菌的菌絲 是不是 它的Total Service Error 大了很多 幫植物吸氧分 但是藥的植物 亦都給予光合狀的製成品 給它 菌根 又是互利共生 大家有好處 所以有這幅圖 我給你一些糖 光合作用 我給你一些 吸收面積 大一點 挺好玩 Mutualism 正正關係 這些隨時可以大家看 就是 你找一個實驗 去證明 麥克萊瑚 但是正正關係 這個大家看看 你寫一個 Design of Experiment 記得寫三樣東西 就是你設計入面 有目標 你達成的目標 設計出一個實驗 IVDVCV 是什麼 就是這樣 沒有菌根的長得很頑皮 有菌根的長得很頑皮 有菌根的長得很頑皮 這樣可以證明 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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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增長率 等等 你那個 In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 有麥克萊瑚 沒有麥克萊瑚 DV 就是增長率 最後 看看 結果 如何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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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說過 那個筋鈎 筋鈎 裡面有些固淡菌 幫它做肥 而那棵植物 豆科植物 給它一些糖 光合狀 生物通常沒有東西好 就給它一些糖 是嗎 豆科植物 那個樣子告訴大家 是不用拿起來看的 它結豆的時候 就是豆科植物 這個 這個是 養蹄甲 開完花之後 那個 黏在它 那個 脂肪 變成一棵 豆 挺好玩 這些 大家看看 樹幹上的植物 是什麽關係 樹沒有什麽影響 這棵植物 可以站得高些 因為樹幹是一個高些位置 大家看看 鯨魚咀在那裏 很多藤湖 一個 suffer 鯨魚沒有什麽大影響 這個就是commensalism 海葵和蟹 海葵就保護它 因為它有些毒刺 蟹吃淨的東西給它吃 又是multualism 這個是什麽 一個正一個靈 commensalism 遍利共生 如此類推 全部都說了 記住看這些東西 但平時在郊野公園 或公園 你見到任何生物都可以問自己 他們究竟 這兩個物種之間 有什麽ecological relationship 通常不利有幾種 下一講就是 講這個succession 是